法國八號發生了幼童被砍傷的害人事件 一名申請難民身份遭拒的敘利亞男子 在阿爾貝斯山安息鎮 湖邊公園 突然持刀攻擊 造成兩個大人 四名兒童受傷 而傷者最小才二十二個月大 所幸孩童的傷勢穩定 警方也表示 嫌犯從瑞典來到法國 去年 他的庇護申請沒有通過 救護車將傷者緊急送醫 受傷的四名孩童年齡介於一到三歲間 當中包含一名英國籍跟一名荷蘭籍兒童 目前情況穩定 另外兩名受傷的成人 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目擊者對於凶嫌 持刀攻擊 尤其衝著小孩子來 實在不敢相信 因為安息鎮向來治安良好 案發當時有兒童在遊戲場玩樂 並跑來跑去 家長就在旁邊 嫌犯持刀靠近並襲擊 驚慌尖叫聲四起 並可見到他在尋找 可以下手的目標 攻擊了一名坐在 嬰兒車上的孩子 警方趕到現場 將其制服 並證實嫌犯為31歲 敘利亞人 已經在瑞典取得難民身份 法國總統馬克宏對此案震驚 並譴責凶嫌行為是懦夫 目前已知嫌犯 沒有犯罪或精神疾病記錄 初不了解 此案並非恐怖攻擊 警方表示 嫌犯從瑞典來到法國 去年庇護申請 未過 曾說他是一名敘利亞基督徒 在此案發生之際 還呼喊主耶穌的名 根據嫌犯前妻的說法 嫌犯曾表示 不想待在瑞典 過去沒有出現暴力 傾向 公視新聞 黃韻玲編譯